美国那些离谱的交通法规 美国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 对于美国人来说 自驾是所有出行方式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 汽车保有量高 自然各项交通法规也就越完善 在美国各州 交通法规的指定并不是统一执行的 而是每个州与地区都有一些不同的 特有的更加适用于本地区的交通法规 细数这些特别的交通法规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让人忍俊不禁 甚至觉得离谱的交规 在加利福尼亚州 我们都知道开车超速会吃罚单 但是在加州 车速过慢同样会拿到罚单 阿拉巴马州 开车时禁止模仿牧师 但是忍不住的想问 哪些动作算是牧师特有的呢 阿拉斯加州 禁止将宠物狗绑在车顶上 想来即使没有这项法律 也没有人会这样干 科罗拉多州 禁止在车上扔导弹 其实这项规定的前提是 首先你要弄得到导弹 德拉瓦州 车内禁止换衣服 这项交规勉强可以接受 缅阴州 你可能想过在这个州 在甜甜圈前面停车是违法的 马里兰州 在马里兰州 是禁止在高速上发誓的 原因不得而知 密歇根州 在这里禁止周日买车 那么就换作是周一至周六买 反正也不差这一天 密苏里州 禁止搭载没有关在笼子里的熊 说实话这条有点多余 试问有谁敢与熊同坐驾驶室 内华达州 在高速上骑骆驼是合法的 是因为骆驼跑得很快吗 新墨西哥州 在新墨西哥州有一条奇葩的交规 女性不能给自己的车加油 不知道这条有没有受到性别歧视的意义 罗德岛州 驾车时不能携带没有开瓶的啤酒 不知道这条法规的提出 对酒驾的行为是否能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田纳西州 禁止在高速路上放钉子 德克萨斯州 汽车可以不需要挡风玻璃 但需要一副雨刮器 这条确实有些奇葩 没有玻璃要雨刮器干嘛 弗吉尼亚州 在弗吉尼亚州是没有机会车阵的 因为在这里有一条法规是 车内不能有性行为 西弗吉尼亚州 驾车看到被撞死的动物可以带回家 不得不说 这条法规相对人性化一些 怀俄明州 在怀俄明州 14岁就可以考试并获得驾照 这几乎是美国获得驾照年龄最小的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